日前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专家组对湖南衡阳市恒南县的第三代杂交水稻进行了首次公开测产 其中云吉镇的碗稻平均亩产量达到1046.3公斤产量有重大突破 专家组认为该碗稻可大大节省肥料使用和田间管理 建议国家及相关单位应给予大力支持加快推动产业化进程